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拍袁丽 这叫上镜 你瞧 这上镜 好开心 怎么拍 你希望我说什么 你不用这样做马屁 我们把灯关了 你都亮 真是天生励志 真的吗 天哪 都怎么夸你 好美 袁丽最近女明星离婚的特多 你看 我觉得有福利 我真的有福利 我怎么知道人家离婚了 什么时候结婚我都不知道 谁离婚了 好多 最近满天都是 但是我跟你讲 女明星离婚 这倒是 还不算个什么 我现在发现一闪婚的 我跟你讲讲 我学老师 我现在很多知识 都手机短信文率得来的 萨鼎鼎 你听说过吗 歌手 最近有知名音乐人透露 以独具民族特色的服装 和什么西藏佛教色彩的音乐风格 旅获世界音乐奖项的歌手 萨鼎鼎闪婚了 闪到一个什么程度 今年1月6号 萨鼎鼎跟一位北京金融才俊相识 两人聊得很头眼 相识仅90分钟 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便前往婚姻登记处 登记了 这事 90分钟 魏阳生事都没做完 什么生事 开玩笑 你不知道魏阳生是谁是吧 开玩笑 开玩笑 最近可以让徐老师携你去看一下 3D肉铺团现在上映了 里面有魏阳生是吗 对 他现在大陆很多人组团 到香港看 90分钟还没做完 90分钟 原来有知识 有知识有才感 青年才俊 好我就喜欢他这个性格 对吧 直来直去 知道什么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对吧 就说这个事儿 我想请教于你的 请教什么 听说你对才俊这方面很有见识 怎么看男人 我觉得才俊看你就好了 你满意吗 我的天哪 不是该怎么主持 完了被你打回了 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我就想起我们一些女主持人 你现在很少听说什么文学才俊了 是吗 妹妹妹也不喜欢了 对吧 一说才俊往往是金融界的这个才俊 你现在对男性的审美观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如果我碰到一个人 我希望他是非常的儒雅 像徐老师这样很儒雅 很知道去疼爱女人 不是很粗鲁 然后有很好的学历的背景 有一定的好的工作 我觉得这样是我心目中的采俊 没错 你也不一定光找男明星 你看我好像不太会找男明星 最近你知道好莱坞的尼古拉斯凯奇 凯奇很粗暴吗 因为涉嫌家暴就喝醉了酒 真的涉嫌家庭暴力 被警方传换的 你知道吗 有些男明星就是很 真的吗 谁说这只限于男明星吗 对对对 男人都有一半都会这样 不过你那个标准是上一个时代的 现在的财都是加上宝贝的被的 陈冠宗总结过 他说在三里屯呢 泡妞呢 有三种男人有可能 外国人 有钱人 诗人 留长头发哪一给他 这样啊我将来的推荐 还有可能 说到了上海呢 三种就变两种了 那两种 那你想去掉哪一种 是 陈冠宗把他自个去了是吧 到了香港 蓝桂方就只剩下一种 财 对啊 鬼佬在香港根本不算什么 所以外国人也没戏差 所以现在这个都是 现在讲的今年财俊 我觉得应该讲的是这个财 宝贝 都是什么光华管理学院里面 进出的 一般要上市集团主席之类才行 但是最近我就感觉 当然都是八卦了是吧 现在这个女明星 我觉得好像婚恋 比她的作品重要似的 所以我也就这么来了解 一部分呢是频频的离婚被传出来 频频的离婚 有的是早就离婚了 最近给弄出来 他们这个八卦这个嘛 还有的一些呢就是好像很快的就 就结婚 哎 我挺觉得啊 这个女明星啊 她确实是个不同的族群 她呀 格外的你像这么漂亮 而但是呢 又是韶华一世啊 你你明白吗 你像那些我上次给他们出过这个照片 我看伊丽莎白泰勒 这一辈子你看 找结婚离婚 结婚离婚 孕婆 欲望之婆吗 不是 孕玉的孕 孕女 孕婆 就因为她后来年纪大了嘛 香港一直叫她孕婆 对 他们那天做节目 我可以再给大家找出那照片放放 我就觉得我感觉到一个女明星的一生啊 咱们不是先不看心灵啊 就从表面上看 你真的是有一种感叹 你想不想看看 你是说对比吗 对比 可是你不觉得说不光是女演员 普通的人也会有对比啊 对啊 但是普通的人没有那样受到万众的这样的 瞩目 瞩目就看到她的老趣啊 你不是你看这个伊丽莎白泰勒 你看埃及艳后 你再看埃及艳后 你再瞧埃及艳后 你看最后埃及法老了 这就是你感慨吧 那有什么感慨 人老是很自然的事情啊 有什么可以感慨的 而且她永远出现在你的目光底下 你看看她渐渐的变老 还能适应 最怕的就是 中间这个过程没有 她突然老了出现在你面前 你才会感慨 想那样也不容易 女明星渐渐变老 对于广大的观众是一种心理安慰 因为他们会觉得当年 你看她那么漂亮 现在她也变成了 然后自己照照镜子 看看自家老婆也不错 对不对 因为再大的明星也会变成这样 这个完全是观众的心理的需要 所以女明星的老趣 成为观众的一个视点 大家我们感到安慰 你放心你也很年轻 一点都不显 一点你想 年轻 是吧 讲这个话题 好像30年前就找她做过节目 就一点没变 真的原理 30年前你们放微信才15年 好不好 那挺清楚 难道我是在河北做节目 你觉得这个女明星 她的这种婚恋 她心里是不是有一种胶着 胶着 为什么叫做 就赶紧呢 找着一合适的 怎么会这样呢 我觉得女明星和不是女明星的 心态都一样 都是希望有一个人来呵护你 有一个人疼爱你 我只是觉得这样而已 有什么特别的呢 但会不会 只不过你普通人 没有人去报道 这个女明星稍微有点什么事 哪怕跟一个不相干的人吃饭 哪怕跟刘春吃饭 都会报道是什么人 明天我跟徐老师 你上街又会报道 我勾搭了一个什么人 其实扒杆都打不着 然后就会造成一个印象 你们频频在换人 其实根本就没有 但是你说像这种情况 那要是真的是谈恋爱 是不是特别别扭 比如说咱怎么约吃饭 又怕给人家拍照 或者是 你就稍微注意一点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们会将 你先进去我后进去 出来的时候也是你先出去 对我到明天再出来 但也不一定会有这么多人拍你了 但是你要万一被拍到 谁知道我会被 我和刘春会被拍到 那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要跟一个人在恋爱当中 突然要涉及到一个公开的问题 因为普通人也没有这个问题 突然一公开 难道对这两个人 这个就感觉没变化吗 一下子变得被关注之下 对那个感觉 我们还能正常的去恋爱吗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很多记者会 所以他们有一些八卦记者会 算你们什么时候分开 其实这种东西它会有一种暗示的 作用 是吧 是啊 所以有的时候并不希望公开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我没有人注意我挺好的 是吗 打今天开始 你不是要帮她做征婚广告吗 她说今天上咱们节目要做征婚广告 说实在的我和你这女明星 你等待青年才俊 我在等待青年才俊 我现在都闹不清你的 你的婚姻状况了 真的 我没有 没有是吗 我真的就觉得 就说这个一个恋爱啊 在别人的众目睽睽之下 我觉得是很难正常进行的 两个人都是很敏感的人 你这任何一点事 这是说的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 难道对你们之间 而且特别是俩呀都是腕儿的 你们都挺自我自我都挺自我的 对你这玩意儿 现在不单是明星 包括一般的人 谈恋爱的时间太多 恋爱太少 这怎么讲 什么意思 这个其实是范柳元跟白柳树的一个台词 说说我们过去都忙着谈恋爱 而没有真的恋爱 什么叫谈恋爱呢 谈恋爱就是说他们现在总结了一个定律 男人就是有男人 他这样把他认识的所有的女朋友 划了一张表 最后统计出来 长得越漂亮的 对他就越没那么好 就对他比较好的 相对来说没那么漂亮 就是有个反比关系 所以这个男人 动物界的规律 男人就觉得就是哎呀 怎么爱我的就不够漂亮 这个太漂亮的就不够爱我 对不对 女的也有同样的抱怨 女的抱怨是什么呢 这个上市集团主席就不那么可靠 那就比较花心 对不对 才俊就不那么可靠 就是说对我忠心耿耿的 就不那么才俊 所以呢 你知道男女整天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 余下来该怎么办呢 那男的呢 就在所有漂亮的里面 找尽量对我好的 或者是在所有对我好的人里面 找尽量漂亮的 前者是浪漫主义或者是现实主义 女的一样 女的是在所有对我好的人里面 找尽量有钱的 哦 在所有有钱的人里面 找尽量对我好的 可是大家都这么谈的时候 这就叫谈恋爱 这是非常理性的 什么时候会恋爱呢 就是刚才讲这个规律 一旦出现例外了 一旦你发现刚才这个规律 不是用了 那就恋爱了 所以要散婚 这样的机会不多的 啊 你仔细想 你反你套到一个事情 你突然讲 这个上市集团主席 又那么纯情 又那么专一 那这下 他还居然喜欢我 但你说另外一边是傻瓜吧 也不是 另外一边得到的这个人 死心塌地一辈子的感谢 你说还求什么吗 听得他镇定自若的 去下广告 轻轻再运行广告之后见 但是我觉得徐老师说的这个 就是有点学术概念了 这个一说就是个business 是吗 business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It's not of my business 就是变成好像一盘生意 这就是一种条件 我承认很多时候可能客观效果看 你可以这么去想 但是啊 我还是觉得实际情况不会是这样 一个人找一个老公 找一个老婆 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而且呢 这个还真是就是寻寻觅觅 寻寻觅 这个缘分呢 我还是觉得有个 你觉得有缘分吗 绝对有 当然有 我跟你说啊 这个缘分都到了一个什么呢 再教你英文词timing的程度 timing 是什么意思 就是时间 就正好那个时候 timing 时机 你知道有人讲过一句话 就说啊 有过恋爱经验的人都会很了解这个 就是说人呢 的多变性 真是让人流泪啊 就是说啊 你要没有缘分的两个人 你想伊丽莎白泰勒 跟那个谁啊 那个理查德什么波顿的 还是什么弄弄弄弄不清 一辈子为什么纠缠不清啊 有的这种情况是什么呢 两个人呢 真叫一个冤家 我想我想好了 我想跟你好的时候 你那凉了 对过了 那么完了之后呢 你想热乎起来 剃头挑的一头热 我那又犹豫了 你知道吗 就是有人说过啊 就是一个人最好是在你最想要的时候 得到你最想要的东西 但那个最想要的时候是可以创造的 马末德有个小说叫魔筒 里面一个老头啊就个桶 他给一个小伙子介绍女朋友 那小伙子是个才俊 拿了一张纸抽出一个女的 一弹不成功 再抽出一个女的 一弹又不成功 三次一弄 那个男的搞得灰头土脑 你知道 他老被人飞掉 后来他才摸出一张照片 他说哎我找这个不错 那老头说这个不行 这是我女儿 他为什么不行 我就看到他行了嘛 然后就跟那个女儿一拍即合 最后搞清楚 那个老头全部都是他制造的 所以这个闪 所以这个闪昏 当然我也不懂 我觉得大概有两类情况 一类情况就是一时冲动 就是大家不提倡的 但是不是可能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他有一定经验的人 他知道这个时机难遇难逢 一旦碰见一个 对吧 觉得两个人再教你英文词 同一个beat 是什么意思 同一个节奏 同一个节奏 两人踩上点了 你知道吗 哪怕就90分钟 咱们在一个点上得登记一下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结婚就是那一个充 一个充劲 我跟你说 过了那充劲就没了是吗 过了就没了 很多男的 他前面有寻寻觅觅 像王国伟说的 先是望尽天涯路 然后微一宵的人憔悴 才到第三个阶段 木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蓝山处 是早了很多以后 啪 90分钟搞定 你有没这快乐 我什么 他还在望尽天涯 你老这么镇定自若 我在听你们 尿想什么的 我觉得90分钟 对我来说实在 太快了吧 90分钟我一共也没跟他说 几句话 比如说我来录这个节目 到现在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我要决定跟你去登记了 太快了 是吧 咱俩还没说几句话 刚认识 讲很多话了 肯定是 讲两句 停停 一共讲了十句话 结婚了 不过我还是觉得太快了 那你觉得多长时间合适呢 我觉得 三个月以内可以考虑吧 你觉得呢 因为人家说这个谈恋爱 你们又不是她 咱俩仨月 不是 人家说就是谈恋爱 一般就是三个月的热情 然后三个月完了 就不热情了 如果真的要快的话 我希望三个月之内 别不热情了 倒就 就不想结婚了 我觉得三个月之内可以考虑 反而我见过 大S跟猫小飞是多久 好像也很快 没有三个月吧 一个半月 我没替人家算过 他们这种就是在公众的眼灯光之下 大家都觉得 照我刚才讲 就第一种 就是非常条件合适的 狼才女貌 或者是女才狼貌 whatever 总之是非常合适 但大部分真人 是我刚才讲的第二种 就是例外的 就不符合那套规则的 一般人呢 都是以为是这样 等到哪一天发现实际上是第一种 那个发现的时间 就婚姻的长短 哪一天他发现 哎呀我以为是那个奇迹 我以为是惊为天人了 说到底还是这么一个公式出来的 那人就是很 其实好多男的都跟我讲过 就说这个结婚呢 就是个猛劲 你说这个人 考虑很多 考虑很多 也是哈 但是最后这一刹那呀 是个猛劲 你比如上次咱们在香港做节目 咱们一个女同事还分享过 就是你比如说 就是这个啊 呃 说有没有男的向我求过婚 他说有 他但是呢 我不要他 为什么呢 就是等了你很久 都分手了 这男的回过味来了 来求婚晚了 这对女的来说 你这么这个时机啊 太我我现在觉得就说这个这个人 世间的这个偶然这个率啊 能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我那天看见一个新闻 说是英国有一个42岁 不要说别人是说说你自己嘛 英国不是我 英国有一个42岁的一个女的呃 一次婚姻失败 然后在这个网站上啊 这个征婚 征着了一个人一个男的 我还名字还记得叫乔治本特利 为什么为什么你呢 为什么 因为他那是个车 我回见你 本本本本本本就是本特利 俩人一见面呢 真叫一见如故啊 你知道吗 越聊越入巷 越聊越入巷 到后来发现 这是失散了36年的兄妹 不是姐弟啊 你记得吗 还好没铸成悲剧 还好没铸成悲剧 很难说 因为那个新闻 后边当天晚上的情况 打了那个省略号 你不知道这两个 但是英国每日邮报 就算这个人与人的这个概率 说这种概率兄妹失散了36年 不是兄妹了 姐弟失散36年 又在这样一个征婚网站上 碰上约会的 概率太低 5亿分之1 比英国中乐透大奖的概率 还要少30倍 你想想 这个人海茫茫之间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就鉴于男女交往时间 确定不下来 最后我们请袁总来确定一下 袁总认为 我觉得如果本着是要结婚 而且是那么长的一辈子 我觉得要负责任 我觉得如果我想跟你结婚 打个比方 我不可能跟你一个半小时就去 我就去对你不负责任 好 我们俩 没事 我可以 真的 我们俩一个半小时就去结婚了 然后我们相处觉得不好了 再离婚吗 行啊 我觉得那一辈子 我觉得当然你可以像伊丽莎 别无数次的结婚 你当然可以去试一下 但是我觉得结婚离婚 毕竟是很痛苦的过程 而且对对别人负责任 我觉得还是相处一年 一年的情况下 你各方面都觉得他不OK 他有没有暴力倾向 对吧 他对你够体贴吗 你可以容忍他的缺点吗 你可以觉得说我跟他结婚 我是不会后悔的吗 我觉得这差不多需要 三个月的热情过去退去以后 还剩下八九个月 你热情三月就退了 不是我热情 这我有点接受不了 不是我热情 你三月 我都没这么快啊 亲爱的 我是说是一个科学的120天 谁说我查那数据三年 谁说的 三年肯定是说的太长了 不要把自己说的那么忠贞 三年 因为三个月120天 我觉得这个剩下的几 还有140天吗 240天 可以让你慢慢去睡 你才决定 三个月 三个月是120天吗 许老 90天 4个月 那一个地步 那好吧 那好吧 那我就说120天 反正就这意思 三个月4个月 然后剩下的 你可以去好好定下心来想 说我是要对他负责 也对我负责 我们才可以走10年 15年 20年 还有你这个一年呢 看你怎么交往 你要是老是周末看场电影 一个星期一次的话 那没有用 你要去 可以跟他去 最好的方法是出去旅行一次 两个星期在外面 24小时在一起 这个你所有婚姻碰到的问题 那个两个星期里面都会出现了 包括晚上会不会打呼噜啊 我那个时候还没做到的 但是这个比你老是一个星期 所以他们现在有个说法的 说一男一女要是都是聪明人 他们就恋爱 然后要是要是那个男的聪明 女的笨 就偷情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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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的聪明 女的笨就偷情 男的聪明 女的笨就偷情 谁算偷呢 男的算偷 偷情一般的情况下 就是比方说男的在婚姻状况 那个女的没有 如果是女的聪明 男的笨呢 女的聪明 男的笨怎么办呢 结婚 女的聪明 男的笨结婚 就是我要跟你结婚 就是你笨 结婚利益归于女 如果是男女都笨呢 都结婚 自尽吧 不是 同归于尽 未婚先孕 男女都笨 未婚先孕 四种 这个基本模式 你现在在哪一种 没结束 还能压着孕 唱首歌吧 你现在在哪一种 我现在空 谁让你摘话筒了 还没 观众朋友 还在看着你 眼里最后给大家问个好 大家很欢迎你再来 快给大家说句句句 下次再来 再说几句祝福的话 下次携精英而来 好吧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坐在对面 到这儿来发钱 来吧 来吧 这太太太太 了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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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